老婆 他当我有事 啥事能比老婆婆丢了重要啊 张夺呀 不是二姨说你 你念书念傻了 你咋事事都有着媳妇呢 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你洗这个手里 你怎么这么怕的呢 什么怕谁怕谁不怕谁呢 谁看你 这时候了爸 你怎么还能往这上想呢 行行行行我先不跟你们说了 我着急找我妈 你们谁都别去了 再丢一个我更闹听了 喂 总编要走 做决定了吗 做了 刊物正常出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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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 一会把门锁上啊 喂 您回家了 哦 您早点回去吧 那蓝色那边怎么办了 听天由命吧 你叫我说 好疼 你不知道 别闹了 怎么搞的 你找不到 我传统了 我答不回家 哎呀 哎呀 累死了 哎呀 你看 他好像上了三十一路公交车 好像看不太清啊 哎呀 哎呀 谢谢你了啊 哎不客气 哎 宋主编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如果对刊物考虑 发表一份道歉声明的话 我可以说服公司 把律师信和媒体声明也撤回他 你觉得呢 你现在跟我谈价钱 完了 一切都完了 说都没用了 宋主任 您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 宋主任 不用了 我觉得这样对我们其实都是有利的 你 不要 对 没用 你怎么这么犯了 我心里可以说 我心里这事 你怎么这么犯了 你怎么这么犯了 你们都没睡呢 妈人呢 你还知道这事啊 我心里不知道呢 张朵呢 张朵找他妈去了嘛 妈也真是的 她出门怎么不带电话呢 我姐呀 她压根儿就没合计 这辈子她还能出这么远的门 一辈子在农村呢 胆小怕事不认路 离家超过十里地就迷幼了 今儿怎么跑出去了呢 她为谁呀 还不都因为你呀 我 你不是让她刀活了吗 赶着妈给你磨刀去 不磨刀能丢吗 不丢刀能丢她吗 阿姨 这话不能这么说 刀是活了 那是事实 我是埋怨过 但那是针对刀啊 我没有说什么呀 我也没让妈去磨刀啊 是是是 别想你了 别想你了 没事咱们该睡觉睡觉 没事咱们睡觉吧 你睡觉去吧 丢丢了吧 隔着阿姨 起到啪啪啪啪 干活人家卡不上 废人呗 不是 妈丢了我也很着急 但是这件事 不能够怪到我头上吧 月彤也没说怪你 但是 有时候你也太磨叽了 你知道吗 你说一个倒去这么一个小活 你至于磨磨叽我 今早上起来 你就开始磨叽 磨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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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这是干啥呢 干啥呢 干嘛呢 你看看你媳妇 翻天了 咋回事啊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把我放眼里还罢了 连你爸他都不放在眼里 瞧不起你爸 瞧不起老张去 瞧不起你 这啥晚上啊 我们都在这坐他睡觉去了 你就这么教的啊 二姨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爸 这都啥时候了 我妈人都没了 你们还有些人在家里操操操操操 那当老人家不知道压事 还还问你搅事 干啥呀这是啊 你回来教育我来了啊 你妈丢了我不着急吗 你装装什么好业啊你 我凭你们都着急 但我怎么办呢 北京我也不熟悉 我要出去 拐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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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丢了呢 你赶紧给我买票 我回农村 就你这破亭 我一天不在这待 还不让你媳妇跟你爸赔礼啊 不用他道歉 用不着他道歉 你必须得赔礼道歉 不争这个妈 那争这口气呢 你怎么说得出乎呢 你说你 行了 给我买票回家 我叔叔拿不来了 媳妇就 媳妇就混没了 你让娶媳妇忘娘 我爸他不是批评你 也不是指责你 他就是表现的方式不同 你接受不了的是吗 是不是批评 是不是指责 我能分清楚 我不是三岁小孩 正多 谢谢你 不用你安慰我 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懂 冰雪聪明 笔猴都尖 你生活空 不是我说什么 你爸他大男子主义也太严重了 还好我不是你们家儿媳妇 要真是 那还不得憋去死啊 他就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 长大我了解他 你就当哄哄哄了 给他道歉 我理解 但是我只是接受不了而已 看看婚规第九条 双方不得强迫对方取悦父母 你自己读一下吧 我都能背起来的 看没看第二条 无论家月双方 在对方父母面前 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有这么写吗 看看 对啊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当时怎么写的 你说我妈都丢了找不着了 现在你先把这事给我平下来 先按下来 我 是啊 你妈都失踪了 赶快找你妈去吧 这是大事 你爸这边 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 先紧着要紧的先坐 快 快去啊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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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马上能来车找我妈去 就沿着三十一路公交线找我妈去 我就不信找不着 他万一他走三十二路呢 就找着也没有用 咱们家现在家风不正 就找回来也没有用 你不 你不把家风整顿一下了 你找回来有什么用 你看 从你爷那说 你奶奶怕你爷 你妈没来一下怕我 到你这一来呢 一看明显你是怕你喜爱的 现在给你妈拐的都不怎么听话了 爸 我知道 你对我喜爱有意见有看法 但我求求你行不 别和他一样来了 现在找我妈要紧 学悦 你走三十二路那条线 你妈你走二路 二不是这是六六六路 那我那看家吧 我我去吧 这都丢了就麻烦了 哎呦 你等会你找谁 我找我儿子 他哪个公司的 他就给这个阿上班啊 就这地方 你儿子叫什么啊 我儿子叫张独 蓝色的 前台有人找你们公司的张独 吴总 这宋主编真的是软硬不吃啊 算了 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节目 那斯密斯总裁那边怎么交代呢 就等总部处理吧 吴总总监 好消息啊 今天凌晨 《注视周刊》的宋总编 突然紧急加业 在所有的刊物上加印了这封道歉器 张独师可多亏了你啊 你都快说我偶像了 我们李总监这张打得太漂亮了 这吴总得好好犒劳犒劳啊 喂 晚上我在产生亚洲楼 祝你报警 我请李总监吃饭 好 你想吃什么 咱们就点什么 好不好 吴总 这么好的机会 能不能单请李总监一个人哪 我们也得去啊是不是 是不是 对 没有办法 喂 都去 定一个大报警 开个情供会 好 好 前台有位老太太要找您 说是您的婆婆 婆婆 一定是搞错了 我去看一下 好了好了 散了吧散了吧 干活了干活了啊 到点了 吴总 吴总 我有点工作上的事想跟你聊聊呢 咱们去您办公室还是 这怎么回事啊 咱们借一步说 好 阿姨啊 你喝水 谢谢你啊 姑娘 来 没事你就出去吧 就好 那阿姨你好好休息啊 好好好 这牙子多好 这公司里头啊 好人多呀 我来 怜子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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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什么情况 那个人真的是总监的婆婆 月桐妈 月桐 你出去送过人家 哎呀 听说是张夺的妈 李总监的婆婆 是吗 你还别说 有时候这小道消息啊 还真有真获 以前我总觉得 这传闻都不靠谱 看来这次还真没论说 也许您早就知道了 你刚才说要跟我汇报什么 没什么事 其实我就是 我看他们都缠着您 我怕您太累了 所以我就找了个小借口 没事 那个您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事了 那没事我就先出去了 你去吧 好 平生话的口气也像是真的 李总监前两天还是备生课呢 这这两天连辣婆婆都见了 怪不得 张夺进公司本来就挺突然的 基本上属于空降 但平时看不出来呀 俩人跟没事人似的 你不懂了吧 隐婚 这叫隐婚 我跟你们说啊 这李总监这结婚这事一曝光啊 他生殖的路就到此为止了 没那么严重吧 不信咱在会儿瞧啊 我和你们说啊 正是到了生育的年纪 这以后又有家庭又有孩子的后顾 只有一大堆啊 你说哪个老板可提拔他呀 干嘛呀 你干嘛呢 你探讨发案了 那个 妈 你可急死我了你 妈 儿子 妈现在这辈子再也看不着你了 没事没事不哭啊 不哭不哭不哭 不说傻话 妈 怎么都看不着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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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吃饭了吗 吃饭了吗 我吃了 吃了 刚才呀 别捅别给妈买的 谢谢李总监 走 妈我令她再给你吃点儿去 你等会儿 你管她叫总监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走 别吃了妈刚吃饭了 吃啥呀 哎呀再吃点好的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啊妈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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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孩子 喂 喂 彤彤啊 有好消息了吗 没有 哎呀 气死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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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啊 有好消息了吗 哎呀 这孩子 哎 什么狐了 哎呀 我的中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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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监 干嘛 总监 你出去一下呗 什么事啊 出去看看 那个 吴总找你 他让你出去的 去看看去 这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得吃啊 这什么情况啊 好啊 恭喜你 什么事啊 我们大家都听说了 您可真行 都说不想发事也办了 是啊 就是啊 月头恭喜你了 没想到吧 真没想到 神不知给不觉啊 是啊 哎总监太厉害了啊 真神啊 总监 天大的新事 咱们得给你好好庆祝一下 是不是 好 你们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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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我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有结婚 你们这是干嘛嘛 你们这是干嘛嘛 行了 大家都静一静 李总监 你是不是误会了 因为你的工作 都是周刊向我们公开道歉了 给公司解决了一个这么大的难题 挽回了公司声誉 大家也设为给你开个亲公会而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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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不说了 来 谢谢哥哥 不好意思 好 谢谢 为了我们蓝色干杯 干杯 干杯 谢谢 谢谢 来 这酒不错 姐 你说你 我这大岁数 你还丢了 你说给我急的 晚上我就躺在床上 这哭一鼻子又一鼻子 真的 这你说你要是活垃圾丢 我找不着 我还咋活呀 你看我不回来了吗 哎呀 我这心里面都老不对劲了 大姨这两天不在家 我就偷着哭好几次了 上一遍是吧 你看那泡沙刮刮刮着这酒 大姨 你 你搁那 你搁那地下通道里面咋睡的呀 哎呀 睡啥地下通道啊 我 我按公睡觉去 哎呀 我这一宿啊 我又有个事 咋的了 这我一天我没回家 找不着家了吗 我那溜达走 我走到半夜呀 我累腾了 我也没带钱先生 我说又渴啊 我还冷吗 还冷 那不行呢 我蹲那桥那边让我都 瞇了一会儿 我刚刚瞇得着不啊 哎呦我天哪 我忒冷啊 深深啊 我把那边一撒嘛 有撒是躺着呢 躺着啥呢 我看有个被单的 我就拽过来 我坐在飘底部 省了啥 省了凉吗 哎呀妈给我吓坏了 咋的了 这个小子吧 确黑个脸呢 一把手给你手抓 可黑可黑 给我吓一跳 你比他黑长点 我还可以 干啥的 我哪知道我 我见你 什么玩意儿啊 哪个那个部分呢 我说你说什么玩意儿哪个部分呢 啥斩的了 那为你那片儿呀 什么玩意儿呢 我说我找不上鸡鸭了 我说上晚上鸡鸭找不着了 我说你知道我哪住不着 那不干嘛 你走走 你再不走 别别 听话呀 哎给我吓的儿子 当然我吓坏了 你知道我 还吓了什么呀 那你是碰着败盖帮的了 我跟你说那是肯定是跟盖帮要饭的 你 这红鸡鸡在家都得修你 你这 你咋回来了 他给我吓坏了 要饭的呀 我哪知道我怎么 叶童回来了 叶童回来了 叶童啊 回来了啊 这啥时候 这老的事儿都噁着呢 一生不是一个进屋 哪我们当垃圾 当空气呢 吃吧 吃吧 真是对不起 这也太巧了就是 这当时我都蒙了 哎呀 吓得唯身汗 别生气了啊 要不实在不行 明天要到公司 跟他们解释解释 不就完了吗 不用了 这样会越描越黑的 你现在 此此刻的心情我理解 其实你也不能全给我呢 你说他啥也不知道 他去了 就把这事儿抖了出去 你就 你也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咱现在想办法 怎么把这事儿梳理好 别的就别想了 别上火一幕 你让我安静一下行吗 那你看你的状态 你这么上火 我心里能舒服吗 别生气了啊 听话我求你了 行了行了你出去吧 让我安静一下 你出去吧你 我 我没怪他你快出去 我就想安静一点 快点快点快点 走 走吧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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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早上 还没有啥呀 没有那男的脸呢 跟单位同事插手两劲 他这人平时好想 你醒了张总 不是二姨说你 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啊 眼皮都不了就过去了 这啥玩意这是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让他拿着呀 我们还跟你这咋呆我们呢 那嘞 二姨你小点声 什么玩意小点声 这都啥样了 老头脾气光 让不让我们呆呢 咋回事啊 这不是吗 那媳妇 从外边回来了 你说这老人都在这呢 眼皮都没聊 过去了生气了 拿我们当垃圾你们就是 姐夫咱还能呆吗 二姨你还能不能让我说话了 怎么可能呢 哎 到底咋个事 和媳妇生点气一点 你都劝你 爸啊 这个你要相信我 能处理明慧不 咱先把脚射了 我要结果 来 咋回来 你这事 你见不这样 大地本人 行了 你也不用说了 我相信他应该有这种血痛 咪 我可以说 太过分了你 别吵吵 跟我点面子 我求求你了 你别说话就行啊 太过分了 再单位惹点气 我理解你 你回到家 你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爸妈都在这儿呢 她们能不多心吗 就得意思啊 我说句话 怪我打你不 是不是打起来了 不行 打起来了 以后能不能不这样了 别吵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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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没啤不耐啊 以后我做牛做马给你 补偿给你 补偿给你啊 我告诉你 勇偿谁也不吵吵 别吵吵 别吵吵吵吵吵 让我的怒打啊 我怎么吵吵吵吵我 Rustziehen呀 到底事 新屋连句声都不知 你眼里还有老人吗 马上结束 马上结束 你说你拉了个脸子 给谁看的 给谁看的 能不能承认个错 问你话呢 能不能承认错 这看我就看了 这不是 错没错 错没错 是不是给你点脸了 错没错 错没错 等会儿 这孩子 小多啊 这我的眼睛啊 我告诉你啊 你爸可说了 在这人不行 听见没有 开门 进北京中 给门抬个听话 快点 给你点脸 最后一次啊 小多啊 开门 小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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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话呢 咋子呢 先出来 干啥呀 你能不能拿她身点心力啊 干啥这是 不归龙归龙真不行了 都不像样了 什么玩意 我 我平时不是这样吗 你知道不 他成的抗打了 就这么打的头都没哭 我告诉你啊 我今晚连屋都不回来 在外面睡指导包 你这孩子这样的 你这一点呢跟你爸一样样的 这么气人家 老人都在这呢 来 你过来 爸 给我解决完了 说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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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出去来了 不是 不是随你吧 我让你叫一叫他 谁让你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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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讲我 你这么大了你去打他干啥 打我哥干啥 我让你打他了吗 爸 饺子呀 你这卡这是 还这么大了你动手了 还要把他都娶妻生子了 你说打就打呀 过来 爸 你别打我了啊 我打他你 来 你过来过来 你去交一趾里 别说话 你去交一趾里 你去交一趾里 靠点边 靠点边 你小型呢 你问我你妈 超过五十岁以后我打过他没 我等下来 前来 前来 爸你 你自己来还是我来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打我 行行行行 我打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 你别打呢你自己来 哎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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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你啥呀 这么多跟我闹着玩的 没打 打啪啪啪的 我能听不着吗 真对不起爸 我今天公告 老公子 别别别 别打他 爸 我们真的闹着玩的 他没打我 今天就是要怪我 好吗 我公司有点事 脾气不太好 你别怪他 别打他 好吧 走吧 走吧 瞅你们的选出 是 你们成全都我消停了 别静止 多好喝人 媳妇 你们这挑肥减瘦的一天 给 你们都上火了 所以你们上火了都 没事吧你 没事 没事 谢谢你啊 你这 你什么呀这是 全打我屁股是 脱下来看看 脱下来看看 明天哪 我今天才知道 小多没有月通管他 我看整个公司人 都跟月彤点她花牙了 最好也是 我就没听说有这样的公司 要一个女的说就算 我也纳闷啊 你说不管咋说是吧 咱们家小都 那想当年也是 全县的高好状怨呢 咱们有月彤快大呢 大门 他们公司的事啊 咱们管不着 不过要回到家里头 必须得老爷们说得算 绝对不能破了我们老张家 组个船的规矩 你说小都 别说了 睡觉 剩下事由我来办 去玩吧 咱们 在这儿 什么 不是 公司 把她快在这儿 干嘛 不要 这个表格要重新做一下 数据要再核对一遍 然后再加入一些新的资料 让它更有说服力 明白吗 林总监 吴总 那成四代活动的方案 确定下来没有 资料我已经交给大金公司了 但是他们迟迟没有回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已经有十多天的时间了吧 到今天整一周了 一周的时间没有回复 你们就这么干等着 也不是 还有些其他工作也在做 我不管你们在做什么 我希望你们提高点工作效率 好不好 村田 都让我去大金公司看一下 不用了 还是我去吧 这吴总是不是吃错药了 昨天还把它当安人似的 今天又回复到以前那样 就是啊 这以前也没有过呀 太不给咱们总监面子了吧 好 情况不好吗 你要看我笑话吗 这个时候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如果时间不够我可以做 我有个原则 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然后呢 大金公司可以不和我合作 我有别的选择 金林公司也可以 是 你说的没错 不 听没听到我的话 我担心时间不够 你多虑了 我工作了那么久 我知道怎么应付 你别这么傲慢好不好 情况并不乐观 乐观也好 悲观也好 我自己能搞定 说实话 你给我添的乱已经够多的了 好 我怎么帮你 没事 你坐吧 吴总 我去过大金公司了 他们还没开始找手做 什么 你原来不是说 没问题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谢谢 谢谢 对不起 吴总 之前是说没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还没做 如果强迫他们旅行合约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效果一定不会好 所以 你等一下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李月彤啊 你平时工作能力一向很强呢 我也很欣赏你的自信 可是自信要过了头 又成自负了 你知不知道 这回 选择合同公司的失误 完全是因为你意义孤行的后果 你是不是家里最近的事太多了 牵涉你太多精力 但这也不能 去成为你工作失误的理由啊 吴总 您千万不要误会 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 但是你也不能听办公室的谣言 是我和张夺 我们俩根本没有什么 您可以去查 法律意义上我绝对是单身 有什么怪異 我担心呼唤 准备了 我多有什么咬 有一次 你不会想找我 你怎么看 你财力 你怎么你 我没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